黑色指甲性感紅唇 中国女性Angela Baby 化身艳丽黑天鹅 25号晚间出席一年一度的 微博之夜颁奖典礼 美的 好美喔 上了台又换上白色礼服 配上透明翅膀 导播镜头更巧妙 Angela Baby羞涩走台不时 直接带到台下的前夫黄晓明 引发议论 我跟你说你走快点 他能飞起来 包含刘诗诗和杨幂等女星 不是捧花就是捧杯子走秀 网友直呼这桥段真的太尴尬 但最糗的恐怕是她 粉色蓬裙礼服像是花仙子降临 女星唐嫣精心打扮 却只能在保姆车上拍照 干过瘾 因为她先进行厂商直播节目 太晚才感到被挡在门外 整场典礼都没现身 微博年度表现力演员 迪丽热巴李线杨子 幸好整场活动依旧星光翼翼 迪丽热巴粉色圣威礼服 后方还配上巨型蝴蝶结 布施俏皮 刘玉飞则是化身孔雀公主 气质不凡 和胡歌刘诗诗杨幂和Angela Baby 并肩而坐 让粉丝直呼 颜值破表 赵玉儿当年的愿望是 希望全天下所有的人 都可以幸福快乐 或许是因为这个愿望 让逍遥成为了此时此刻最幸福的人 胡歌提起先见其傻传的十年之约 令粉丝激动到不行 另外李冰冰和王兴玲同样盛装出席 中国年度演艺界盛世 明星卯足全力 比美貌比实力还要比话题 暂利新闻 时尚报道